武漢肺炎疫情延燒 港媒報導 確診十二個病例中的一名女子 可能是被從武漢赴港探親的雙親傳染 如果確認是人傳人 這名女子將成為香港第一個人傳人個案 香港民間憂心疫情惡化為社區感染 要求港府全面封關 第一線的醫護工作者也召開記者會 包含封關要求在內 醫界還促請政府 呼籲全港市民戴口罩 要求醫管局提供足夠隔離病房 並暫停非緊急服務 跟進病人逃走事件 並確保工作環境安全 以及提供足夠配套 給照顧隔離病人的醫護人員等五項訴求 他們的資源永遠都不夠 其實我說的這五個訴求其實是橫橫相扣 就是說其實那個不封關會導致那些隔離病房 不夠塞住那些懷疑的個案 就會導致現在那些普通病房有些隱性病人出現的時候 醫護工作者更表示 如果港府沒有回應民間訴求 將會從下週一開始罷工 不過對於香港民間的擔憂 港府遲遲不作出正面回應 星期五下午行政長官會見傳媒時 林鄭月娥再度回絕封關要求 從肺炎疫情在武漢爆發開後 港府的各種防疫應變遭到外界批評遲緩 無獨優偶WHO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風險評估 也保守低估引發議論 星期一才更改風險評估等級 加上中共隱匿疫情消極作為 恐怕成為全球的防疫漏洞 新唐人亞太電視黃亮簡 黃英玲整理報導 大陸